我們來看一個滑輪的影片 就是把剛才的東西再來告訴你們 這是日本的,所以它有那個我們比台灣更複雜的滑輪組 這個是定滑輪 定滑輪不會省力,不會費力 只是為了能夠使用方便 所以兩邊一樣重就會平衡了 就是你要左邊拉一公分,右邊上升一公分 所以也不會省息,也不會費死 多加一個動滑輪 這個動滑輪可以怎樣?省力二分之一 對不對? 對 所以呢 你這樣會不會太重了 因為它只要出一半力就夠了 所以我掉 所以我掉10克重可以掛20克重的東西 叫省力二分之一 但是你拉的不一樣 你要加兩倍 你拉兩公分才會上升一公分 所以會費時 好,國中台灣回到此為止 台灣回到此為止 台灣回到此為止 這是台灣不會有人滑輪組 這是台灣不會有人滑輪組 所以10克可以掉40克 所以10克可以調40克 所以10克可以調40克 但是你卻要拉4妹的長度 你卻要拉4妹的長度 你卻要拉4妹的長度 這種屏幕 台灣國中沒有 OK 這就是跟你講的滑輪 你就記 你如果要死背一個動滑輪使用力二分之一也可以 反正台灣都這樣而已 來請問你 是使用定滑輪的目的是什麼 我們講過的定滑輪可不可以省力 不能 會不會費力 不會 會不會省時 不會 只會怎樣 使用方便 改變作用方向 往下拉東西又往上升 所以答案選的叫做C OK 那請問你 用動滑輪可以達到什麼目的啊 用動滑輪可以達到什麼目的啊 來 再一個男 三一 三一 省力 請坐 動滑輪可以達到省力的目的 OK 又是內容 很簡單 滑輪 好 你就死背 動滑輪省力二分之一也可以 所以對台灣來講是OK的 雖然他實際上不是這個樣子 可以嗎 可以